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贵州里郡 今天我来的重庆是乌西县的天赐鱼群 听说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鱼群 在他们的家里面发现了鱼群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里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们往这里进去 这个鱼群是在里面吗 下面是吧 再进去要钱吗 10块钱 10块钱一个人 这个关长鱼群下去要10块钱一个 我们下去看一看 你们这个鱼群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们7点的话就把鱼群处理了 那时候就处理了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交费了 我们现在往这里下去看一看 哇 这个好狼配啊 往这里下去就能看到鱼群了 我走到这里就已经听到那个水流的声音了 这个声音好大呀 这个鱼群呢 这个鱼群呢 他就在这个下面 我们下去看看 当初最后人家睡觉的时候 他们经常梦见那个 这家的地下有那个鱼群 后来他就决定把这个 挖出来看一看 没想到 挖出来 果然这上面有鱼群 大家看到这上面 我们现在下去看一看 哇 这里面好多鱼啊 这路好窄 我都怕掉下去 天哪 好多鱼啊 全都是从那个岸河里面 要进来的 大家看这个玩意是在他家的地上 在这里砸了这么大一个洞 下来后才发现这下面有鱼群的 这个鱼群是从那个岸河里面游过来的 真是太神奇了 我现在上去了 我感觉在这下面有点压抑感 总担心这也会掉在那个岸河里面 当初中原历史台也是来采访过他们的 真的是很神奇 这种地方 神奇的鱼群来猎 听说这里面的鱼都是从岸河里面弄起来的 2007年我老头在那儿做个梦 那晚上他说一个伯父在那儿做两头梦 他觉得他不够这么大 他觉得他挖下了一把我 头天做个梦 头第二天又做个梦 两个梦都是一模样的 他的肩心下都说 他一出来都没有花